南投县政府举办国际超级铁人三项活动 31号这天进行中坛公路马拉松的赛程 最后由26岁的杨茂雍拿下三项总合成绩的第一名 报回百万奖金 气温下降让火锅店生意抢抢棍 连带的豆皮销料也跟着大幅成长 让豆皮工厂的员工每天都要加班 一天平均下来工时超过10个小时 台中一位包子师傅卖包子16年 赚进两栋房子 也拉拔三个孩子考上公务员 退休后他决定回退社会 以免费传授手艺